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各位收银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您好 晚安 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财经天地跟您空中相会 我是Peroa Capital Management的Portfolio Manager Richard Wang 今天因为莉莉不在 所以由我代理他来主持今天晚上的财经天地节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Peroa Capital Management的Cofounder Howard Chen 来到我们节目中 那么我要跟他谈一谈目前股票的这个情况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星期二 欧巴马当选连任了这个美国下一任的总统之后呢 星期三的股市呢 跌得蛮多的 一共跌了300多点 那么今天又跌了120多点 那么今天刀共识是收在12811点 跌了121点 那么Standipool 翻盘嘴是跌了17点 收在1377点 那么Nestate是跌了41点 那么收在2895点 哈伯您好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我想收银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非常想知道 目前这个新的这个总统 就是欧巴马连任之后呢 这个新的经济的形势跟目前股票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将会是怎么样 我想我们看到过去这两天的股票是的确跌了蛮多的 是 大概从今年前一阵子的新高一万 就是高点13600 跌到目前12800 刀共识大概已经跌掉了800多点左右 对 那么您觉得目前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Fiscal Cliff会不会在明年发生 那么您觉得这种情况 跟我们大家share一下 您觉得Fiscal Cliff对于整个全球经济 尤其是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股市究竟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可能的发展的这个趋势会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share一下这方面您的看法 好 谢谢 谢谢Richard Richard 你果然是我们Para Capital的操盘手 先定个基调 过去两天 整个市场对新的欧巴马政府的连任做一个mandate 这个mandate就是对 有一点点对他连任的失望的印证 这个印证呢 昨天跌300多点 今天跌122点 那主要呢 有两个不确定性 大家以为他选之前不晓得谁上是一个不确定性 他选上了有两个不确定性 因为市场非常不喜欢不确定性 第一个到底会不会有Fiscal Cliff 因为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 所以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和解 他是一个领导地位 所以第一个不确定性 第二个不确定性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征税 征税到什么地步 所以市场非常讨厌不喜欢征税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定的基调之后呢 在12月31号以前 Fiscal Cliff的deadline以前 而后的六个礼拜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听众了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准备就是市场可能波动会很大 先打横再往下都有可能 等到整个云雾都拨开近日之后呢 才有可能继续的 正如我常讲的三部曲的第二部曲 如果听众如果记得的话 第一部曲就是Q13 这个Q13在上个月已经有了 那第二部曲就是最近的 这儿后的六个礼拜 应该两党和解 和解才能够动到Infrastructure 希望有税制改革 才能够进一步推高市场 如果第二部曲有的话 那欧巴马上任之后 明年的第一季的百日维新 应该有新的次期经济计划 如果都有的话三部曲 我们希望了 Para Capital的观点呢 这个市场可能继续 有可能三部曲会推高到明年4月15号以前 但是很多都是第二部曲跟第三部曲都是一个yeef 所以在不冷不热的经济当中 跟市场上下波动的六个礼拜 希望有第二部曲要跟上税制改革 第三部曲百日维新也要有 如果都有的话 我们乐于见到这个市场谨慎 小心的继续的往上推高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当然我们不乐于见到的 因为去年8月份到去年年底的12月底 有四个月份整个市场的波动 就是physical clip这件事情 让整个美国国债当归 AAA AAA当归到两个A 我们不乐于见到国共两党 不是这个民主跟共和两党 这再也没有智慧了 来处理这件事了 哈尔我想多年来 你作为Para Capital的首席投资策略分析师 我知道你曾经在去年 今年的稍早很准确的预测到了 大四的反弹的一个走向 那么我现在就是想问你一下 因为我们刀共史已经从最近的高点 13600跌到12800了 您觉得在目前可预见的 未来的这一段时期来讲的话 你觉得大概会在什么样一个 什么样一个位置 它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 这是好问题 最高点呢 Dow Jones到最低点的Dow Jones 10400点左右 从最低到最高的 1 3分之1的retreatment的line的话 可能还会再跌300到400点左右 用S&P翻看者比较精确的计算的话 今天刚好跌破200天均线 昨天Dow Jones跌破200天均线 如果跌破200天均线的话 明天或者额后的一个礼拜的走向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1 3分之1的退却的地方的话 可能是S&P翻看者是 11355 1350左右 所以最多 S&P翻看者可能再跌30点 那Dow Jones可能再跌400点或350点 如果整合的非常的好的话 这个300到400点 Dow Jones或者是30点的S&P翻看者 就可以结束这个整理跟不确定性 当然打横越久的话是越健康 打横越久越健康 这6个礼拜如果打横的越好的话 也可以奠定基础 明年1月份2月份的一个大涨 是的 好 我谢谢你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有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问我 就是他们觉得 目前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价位去投资黄金 那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我知道你在去年曾经很准确的预测了 黄金的走向 那我想知道一下 在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下呢 您觉得黄金和这些原材料期货 它究竟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它的价位 好 谢谢Richard 这是另外一个200分的好问题 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基调定的话 是欧巴马上台Q13继续能够印钞票撒钱 Bernagy的Job Security 应该还有一年到两年最起码 它可以继续的做下去 如果继续的做下去的话 一个月400亿现金注入股票市场是毫无悬念 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国的国债Bond Market 应该会继续的Bond Price往上跑 那利息就往下继续的压低 如果继续的压低的话 美金应该持续的看扁 如果美金持续的看扁 黄金就照着年初 或者去年我讲去年 或者今年初讲今年年底 我希望都到2000块钱一个盎司 那这个方向 如果不是今年年底的话 也应该是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应该慢慢推高到2000块钱一个盎司 而且银金银铜铁 都是一样继续的推高 第三世界或者是其他周边国家 通胀慢慢的会回来 这种情形都慢慢的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在那里 好的 谢谢Howard 我想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我们矽谷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生活在矽谷这个地区 有很多的高科技工业 那么您在过去 在很多的这个投资座谈会中 跟投资本人们介绍了很多 云科技方面的这个新的发展趋势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是想 就是看看您觉得 在未来的2013年之后呢 目前云科技的这个五大平台的股价呢 跟他们在整个科技的这个 整合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究竟会朝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Richard那你都知道 你我们公司在过去两年半以前 第一次的云科技的讲座呢 讲到云科技的股票到现在呢 Para Capital Management 我的公司呢 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我们在两年多以前就开始挑云科技的股票 那时候 Silicon Valley呢 并不是太明显 那过去两年加速 大家都可以看到 软体 继续的找人 hire 人 那硬体的这些公司呢 就继续的lay off人 两大阵营越分越明显 contribution margin呢 赚钱的 contribution呢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云科技的股票 它的利润比较高 那这个硬体的呢 事实上利润已经贴近1%了 没有什么利润 那而后我乐于见到五大平台 Apple Amazon Google Microsoft IBM 这五大平台 甚至到第六大 第七大的Oracle啦 或者Cisco啦 这些 我会觉得这些公司呢 应该继续的有整合 整合的话呢 我希望它这个sector 能够到三大 或者是两大 因为这种情形呢 如果整合的非常好 而且在而后的两年三年 整合的非常的漂亮的话呢 会降低成本 在手机前面的手机 Tablet的整个的市场呢 会更加的趋于成熟 那这种我比较乐于见到 那NASDAQ就当时就可能 就会往四千点去跑 这种是我乐于见到的 那这种情形呢 也会影响到Social Network 像Facebook 像Lincoln 像Coupon 这些的不确定性呢 也会比较明显 因为呢 这些呢 它在Formular Revenue的Formular 计算上面呢 会也会比较清楚 清楚的话呢 它赚钱呢 就会更多 更多的话 就会加速整合 加速它的整合 是的 哈佛 我想问你一下 问你一个很快的问题 就是Apple的股价 在最近从700块 跌到了540块左右 您觉得 在这个价位上 Apple是不是值得买进呢 能不能很简短的 跟我们谈一下 400块钱涨到700块钱 所以在跌到一半 今天刚好破一半 那是50%的退去 所以在接下来的第一步 另外一步呢 就看看税法 税制改革 有一种讲法 就是因为明年 可能会征税 所以它在年底的时候 就要卖掉多一点 那我希望呢 它不要破到500块钱 希望年底 它的销售会好 好 谢谢 您知道您的资产 可以用百分之百 保证的方法 数倍的留给您的下一代 而且棉角所得税 遗产税吗 请掌握年底前 最后的好机会 明年保费会涨 10%到25 省税策略不做 等于一年白做 遗产规划不做 等于一生白做 详情请洽 全球百万圆桌 顶尖会员 以望瑶 以888-835-0698 以888-835-0698 请来参加 由以望瑶 在11月10号周六 举办的座谈会 报名电话 1888-835-069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 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 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讲座 您现在收听的是 矽谷华人电台 FM96.1 玩具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 住宅 商业地产 投资房 写字楼 购物中心 酒庄 国内及境外 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 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 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 Frank.Liu88 at Yahoo.com Rebecca Lin 成功地买卖了 大量 Cupertino学区房屋 房源又多又好 您若要买卖 Cupertino学区房屋 请现在就致电 Rebecca Lin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安您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国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Para Capital的Management Portfolio Manager Richard Wang 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是Para Capital Management的Cofounder Howard Chen Howard 你好 Richard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上半段我们没有完全说完 Apple的股价可能的发展 您能不能再补充一下 好的 今年涨了300块钱 在暑假的时候 所以它50%刚好是退到今年的今天为止 刚好538块钱左右 所以这个价位是一般预期当中的 如果这个价位破的话 它会往最后的66.66%的方向跑 但是主要的压力来自于暑假的时候 竞争对手太多 它的competition太大 这个来自Amazon的Kindle Fire的Tablet 也有来自Android的3.0 甚至Android这个Google 也有可能在年底的时候 有99块的Tablet可能要发生 要推出来 或Microsoft的Surface这个都有 主要的competition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在税法上面 大家怀疑也有concern 明年新的政府有可能加税 所以今年的Profit 今年把它Tag掉 所以就更加速这两天的往下跌 所以希望在500块钱就能够跌 如果中长期的这些观众听众投资者的话 事实上在靠近500块钱左右 都是很好的买点 好的 谢谢Howard 我们知道除了科技股之外 自从欧巴马连任成功之后 您觉得有哪一些方面的类股 或者是工业板块的股票 比较会在欧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中 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就是说您觉得有哪些类股 除了科技股之外 有哪些类股是投资朋友们 比较可以考虑投资的 好的 先讲被打压的六个板块 比较明显 而且你刚才讲的 可能我只能在很短期的一季两季当中 看的比较明显的被打压的 欧巴马政府连任之后的六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毫无悬念 就是华尔街他所讨厌的这个板块 就是banking 金融板块 金融板块无论是银行也好 或者是investor banking也好 那样的sub板块 这两天都跌得很多 像Goldman Sachs 或者是Morgan Stanley 或者银行股的话 像JP Morgan Chase 或者是Wales Fargo Band America 都调整的很多 这是第一大板块 这毫无悬念的 最近都会慢慢的 都会调整下去 另外一个板块 就是也是欧巴马政府 比较要处理掉 不太喜欢的板块 就是这些制造污染的板块 那就是煤炭股 煤炭股 煤炭股最近这几两天 特别跌得非常的非常的多 第三个板块也是一样 Healthcare 为什么Healthcare也是被打压比较多 因为成本增加 健保之后 这个板块过去两年到三年 一直被迫整合 被迫整合之后 成本希望能够压低 而后在一季到两季当中 Healthcare的健保股 还是一样被打压的 另外一个板块也是一样石油 石油就是Oil Oil 无论是Shapron也好 无论是Axon也好 最近这几个礼拜都一直被打压 一样的 这个板块因为 因为呢 这个无论是补助也好了 经济的复苏也好了 都有很大的concern 也会被打压 还有utility的股票 utility的股票也是被打压的一个板块 另外一个板块 最后一个提醒呢 是虽然被打压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它已经被打压的很低了 可能也是好的买点 那就是dividend pay的比较高的股票 这种股票呢 特别是telecom的股票 AT&T 这种股票在过去一两个礼拜都打压的非常的低 那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好买点 这是六个板块呢 是被打压 那你讲的问题非常好 哪些股票呢 可能可以考虑买的 就aternity的 aternity的energy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板块 auto industry 为什么呢 在Ohio这周 欧巴马会显胜 这是汽车工人帮助最大 所以福特也好 或者经验也好 都是一个 另外一个housing 可能在短期之内 housing也是一个 因为长期地期压低 继续撒钱 也是一个 另外呢 可能黄金 金银铜铁 我刚才讲过了 往2000块钱跑 你如果是比较短线的话 金银铜铁的etf mining的股票 都是一个好板块 另外一个 当然呢 Richard也是你的强项了 你可以稍微讲一讲 有关于如何帮助退休的 是 我想 目前来讲的话 市场的动荡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其实呢 个股的选择呢 在某种情况下 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还是建议 投资大众呢 应该 如果你 你对个股的掌握 不是非常的有把握的话呢 那么 所谓的index strategy 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的方法 那么 有很多的 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 它都是可以用 股票index strategy来做 比如说像 大家常见到的annuity 或者是 一些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它都可以运用 这个股票指数 就是star index来做 那么这种做法呢 可以基本上呢 避免掉一些 就是绝大部分的 这个下跌的风险 那么你仍然可以参与 股票长期成长的 这个机会 那么对于现在很多债券 都是负利率的情况 来看的话呢 这个投资股票指数 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 而且也比较安全 稳妥的一个投资的工具 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们 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 想要多了解一点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Purall Capital 对头联络 好 其实就总而言之 你的问题呢 就是 奥巴马当选之后的基调 12月31号以前 我讲的第二部曲 税制改革 两党的大和解 应该要发生 那个Goldman Sachs 刚刚呢 在两三个钟头 以前公告 那到这个 市值悬崖的这种 Fiscal Cliff的 发生的几率呢 是15个Percent 是可能会发生 所以呢 有可能市场会担心 但是我们公司乐于见到 审慎乐观 应该两党有智慧 能够好好的解决 所以而后几个礼拜 虽然有波动 但是波云渐日之后呢 有可能市场 又是一个很好的推高 再加上奥巴马政府的 百日维新啊 所以呢 经济次期方案 希望这一波的涨呢 可以涨到明年第一季的 4月15号以前啊 好的哈伯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目前呢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正在开会 即将选出新的 政府的领导的这个班子 那么也正值这个 美国政府也刚好 这个奥巴马总统连任的 第二第二任的任期 那么你觉得 在2013年呢 整个中国的股市和经济的发展 跟美国目前所面临的 这个这个经济跟政治方面的 这个新的一个情况 你觉得中国的股票 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股 它可能的一个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 这个礼拜刚好是美国大选 跟中国十年一次政权交接的一个 40年只有一次的这种结合的相遇的地方 所以呢 希望呢 新的领导 新的领导 习近平主席啊 能够带领中国 能够添有中国 那儿耗的十年当中 很大的可能性 第二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可能会耀身 第一大经济体 那政改呢 会推动整个经济的改革 所以呢 今年呢 我会认为呢 7.5个GDP的成长 是毫无悬念 至于明年的话 我会认为 它会继续的推动改革当中呢 会可能是一个 这个Button 可能是一个经济的谷底 那希望明年开始 整个经济呢 政治的改革之后呢 经济更加的健全 在税法也好 甚至跟美国跟进它的改革税法 希望中国也有改革它的税法 跟政交法 所以呢 外资呢 就会多 外资多的话 在股票 它的房地产 会渐渐的会复苏 我希望7.5是今年的最低 明年继续的往 继续的往7.5以上跑 好的 我听说呢 ProCapital在 11月17号 星期六下午1点钟 会有一个投资座谈会 那么 这个投资座谈会呢 您能不能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的出奖人跟可能的内容 那么就是 那么就是看看我们投资朋友们觉得 如何能够报名参加呢 好 ProCapital主办下礼拜六 下礼拜六 我们有一场座谈会 17号 1点到3点 那是第一个民主奖人 毫无悬念呢 就是在我旁边的 ProCapital的 掌舵的 就是Richard Wayne 他会讲如何整理你的退休 有足够的现金 能够比较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这个他annuity 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 另外一个民主奖人 就是我们的Paul Yen 跟我们公司一起合作的 你是说演员会计师 对的 Paul Yen会计师 他会讲到明年新的政府 在税制改革当中 可能的 可能报税的一个新的方法 或者新的秘诀 第三个讲员就是我自己 我会进一步讲到 不冷不热的经济的新的布局 特别也是对于你 在新的常态当中 额后的四年 还是一个新的常态 第一成长 高失业当中 你怎么样布局 所以下礼拜六 一点到三点 可以打电话来 来报名 10块钱的报名费 510-456-5987 510-456-5987 好的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就到这儿要结束了 谢谢Howard 谢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您 谢谢 再见 总统大选 QE3 欧债危机 企业忌报 投资股市怎么做才对 投资蓝图 退休计划 安排得宜了吗 人寿保险的功能 其只是死亡理赔而已 公司税 个人税 遗产税 赠予税 2013年的万万税 更加复杂 11月10号 周六下 510-30 由负责资金管理公司 针对三个主题 邀请CPA Paul Yen Portfolio Manager 王光夏 及陈绍豪 透视重点 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510-456-5987 510-456-5987 报名费10元 听说最近房屋贷款 利息又降了 我也想重新贷款 诶 诶 Robert 重新贷款会不会很麻烦 不会的 我刚刚才做完refinance 每个月可以省很多呢 虽然现在银行 比以前要的文件多了些 但我的贷款经纪 Cindy刘 或是Andrew B 在一开始就想到了 不但替我拿到 很好的利率 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 连最后的签名 都是在我家里做的 他们公司还帮我规划 如何投资地产 而且啊 还有专职的CPA 替我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啊 我用他们的服务 已经快十年了 是绝对可以安心信赖的 哦 那太好了 这样一条龙的服务 就是我想要的耶 怎么样联络他们呢 你可以联络 Cindy刘 或是Andrew B 他们的电话 也非常好记哦 408-306-6688 408-306-6688 他们公司还有网站 www.longontime.com 你也可以E-mail到 info at longontime.com OK 我马上就联络他们 湾区著名股票策略家 黄建雄老师 将于12月1号和12月9号 开办两天的课程 交售股票及齐全操作技术 12月1号 第一天课程包括图表分析 选股技巧 避险对冲 ETF 12月9号 第二天课程为齐全的操作及运用 如何在声势及跌势中获利 黄老师将传授二十多年市场操作经验 令初学者大开眼界 资深者更上层楼 投资者可选择上课一天 或两天都报名另有折扣 名额有限 请重述报名 报名网址 www.svcmedia.net 最新看板 询问电话 650-968-2000 分机103 昌星珠宝名赚总会 昌星每刻赚时都经严格挑选 相供细致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醉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earts on Fire Roberta Coyne Mickey Motto 肖邦 伯爵 宝格丽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及Mupeter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黄老师整合数学物理化学的科学逻辑 培养出美国奥林匹克数学国家队选手 更用远距教学指导世界各地学生 更多的杰出教学成果 请看 您的孩子在国家级的数学教练指导下 逻辑思考将彻底脱胎换骨 自信心从此建立 SAT及数学竞赛班即将额满 报名请数字电408-446-5194 408-446-5194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带块利息又降咯 Confuming Lo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头7年固定2.75 头5年固定2.5 Super Confuming 30年固定3.625 15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75 Super Jumbo Long 头5年固定3.0 头3年固定2.75 清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力效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ng.com查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矽谷华人天台 财经天地 我是李佳音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资深贷款经纪 Danny Wu Danny你好 莉莉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个前两天大选刚刚过 不知道Danny觉得我们这一次大选 对市场的影响是怎么样 那奥巴马当选 那我觉得美国整体的那个政局不变 那参议院是民主党席位略多 一些众议院共和党略多 那两院的共和党席次呢 稍微略减一下 略微减少了一些 所以从总体来讲 共和党是小输了 那从这个对整个 mortgage 市场的影响来看 后面就是说 我们美国整个美国经济会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大家平时都有讲到 fiscal cliff这个问题 那美国明年一月份 一月份开始就有大概涉及金额共计5000亿美元的减资征税措施要生效了 那除非那个时候奥巴马跟国会有达成协议 那依然去delay这个措施 或者是用别的方法来 来来来replace它 otherwise就是美国将面临财政悬崖危机了 那还有就是说 奥巴马当选以后 那他提出了一些 比方说要提高税率 然后增加那些capital gain的那些成本 还有他的那个税率 那最近我们其实有看到股市有往下走 走的而且蛮厉害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主要有的原因 就是他这些这些这些就是提高税率的这些措施 引起整个市场的往下的往下跌 那还有就是引起再次上扬 所以我们这两天看到利息是相当不错 那从那个physical那个cliff来讲 我想最终是会过这个关 那只要就是共和党民主党 大家都需要就是达到sudden level的妥协 最后会过关 那所以从整体长期来看 市场近期短期里面会有一个震荡 但是长期来看 我想这个mortgage利息还是会回到一个理性的trading range里面 那所谓的这个理性的trading range 那是怎么样 您是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我觉得就是按照整个现在 现在整个mortgage市场来讲 像前一阵我们有看到市场有有往上涨一些些 比方说30年固定在3.375左右 那15年固定在2.752.875左右 这个其实都是在一个市场 在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trading range里面 那整个市场从从近期来讲还是会有震荡 那从最新的那个news 从mortgage bank association 他们有出来的news 就是从2013年到2014年 mortgage的那个还是会 mortgage的就是他的那个整体的 从从他的总量来讲 他还是会stay 就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在增长 201314年 但是从2013年来讲 他上半年可能是refund占的比例比较多一些 那从下半年开始到2014年 可能占的大部分的都是一些purchase 那我觉得从从利息来讲 我觉得至少至少要到2013年下半年才开始会往上涨 所以那也就代表着明年我们的房屋市场会蛮不错的 对 那是不是Danny告诉我们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利率是怎么样 今天的利息 conforming loan小于41万7 30年固定3.25 15年固定2.625 20年固定3.125 51arm2.4 71arm2.49 super confirming 公民41万7到62万5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51arm2.875 71arm2.70 John Ballon大于62万5 30年固定3.875 51arm2.0 Oh sorry 51arm2.60 71arm2.75到2.80 那以上利息都是对 owneroccupied property no point no fee 那受loan amount credit score loan to value 这些因素的影响 那我知道当中有一些program 利息今天相当相当不错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我会强细的解释 哪些客人可以拿到这些利息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这么好的利息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它 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从现在来讲 很多客人就是说他 当客人看到市场在涨的时候 他不想锁利息 他觉得市场会往下走 但是很多客人比方说 碰到市场利息再跌的时候 他也不想锁 他觉得市场还会更低 所以我一直有跟我自己的客人讲 我们从前面几次来讲 我都有讲到 follow the train 不要去gambal这个市场 如果说你的利息 跟现在的利息比较起来 有省钱的空间的话 那就应该去做 而不要说我再等一个更低 或者更低的利息 因为你也不知道 哪一个利息是在bought 什么时候是最低的 那从aging本身来讲 我觉得客人在等他要的利息 作为你aging来讲 要凭你自己的knowledge去判断这个市场 哪些利息是合理的利息 哪些利息是不合理的利息 aging要understand这个市场 有哪些大的就是经济的event会出来 那他对市场的利息是怎么个影响法 你对每一个loan program的 它的rate的prediction在哪里 那你客人跟你讲的 你怎么样去用你的knowledge去说服他 还有就是说 aging要understand你客人的condition understand银行的 每一家银行的走的就是说 每家银行其实他看中的东西有不同 那总的guidance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银行 比方说他对income的算法 跟大多数银行不一样 或者有些银行 他对那些大的deposit 这些东西看得比较紧一些 他要求你provide的document会多一些 所以这个就是说从aging本身来讲 你要pick right lender to你的client 就是不要选错银行 这是主要 还有就是说aging应该知道 什么时候去float这个rate 什么时候去锁 而不要再就是不应该锁的时候 锁进了利息 然后你应该锁的时候 而把好的时机给错失掉 所以在这些多方面 都是需要很有经验的 这个贷款经济才能做得到的 知道应该什么时候 找哪家银行 那现在的这些program 有一些fixed的 和一些armed的program 还有一些这些jumbo loan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从jumbo loan来讲 我们其实一路有看到 它的利息都有往下走 尤其是说arm program 还有就是近期 它的fixed loan的rate 也有往下走 那很多客人有问我 我到底应该走arm program 还是走fixed loan fixed program 那有些客人比方说 他觉得他的personality 是非常conservative的 我希望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利息 不希望将来有变动 那这个我觉得都能够 都能够理解客人的这种心理 那但是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一个面脸的loan 那如果说今天 它的credit score比较好 在760分以上 那从今天的利息来讲 30年固定 它可以拿到的利息是3.90 如果说它的loan value小于65 然后fixed score有大于760分 single family house 那如果今天同样 今天同样的一个case 它7年的那个rate 它就可以拿到2.875的利息 那从它的payment来算 一个是4716块 一个是4148块 每个月差了568块 那7年以后 如果说是同样的这个loan 两个人不同的两个人 一个pick30年 一个pick7年 这两个人同时再还 7年以后 那做30年固定的 本金还剩85万 那还有一个就剩87万 所以差了2万块钱 那有一些客人就比较聪明 我是有能力可以做30年固定 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每个月 省下的568块去pay到 就等于是多pay进去 全部pay to本金 那同样7年以后 那它的本金就降到78万1400块 所以就是同样的7年下来 就是有些客人 他知道怎么样去pay mortgage 非常smart去pay这个mortgage 那可以把它的本金压下来 比就是做正常30年的人 多压了7万多 所以我是觉得在湾区 大家赚钱都很辛苦 你赚来的钱到底是为自己在赚 还是在为银行赚 或者是为政府在赚 所以这个就是 那我刚才这些数字 其实已经给客人一个答案 你到底应该怎么做 对所以每家的情况 也是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买房子 可能早就知道 要换到另外一个房子 可能几年之内 小孩子长大的要换好学区啊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多交一些principal 还是多交一些这个利息啊 这个时候都是很容易 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个房子我就是老死在这里了 永远住下去了啊 看看那时候怎么算 于是呢 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应该要找谁 当然就是要找Danny Wu 资深贷款经济 他的电话是4088027296 4088027296 他还有一个email address 是dwlong at gmail.com 大家也可以寄email给他 好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请别走开 马上回来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 SVC 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 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您知道您的资产可以用100%保证的方法 数倍地留给您的下一代 而且棉角所得税 遗产税吗 请掌握年底前最后的好机会 明年保费会涨10%到25 省税策略不做 等于一年白做 遗产规划不做 等于一生白做 详情请洽全球百万圆桌顶尖会员 以望瑶 以888-835-0698 以888-835-0698 请来参加由以望瑶在11月10号周六 举办的座谈会 报名电话以888-835-0698 聚焦中国 专家做客 特别关注中美交流和海归话题 每周五晚七点中美连线节目 cunair.org 买卖房产是大多数人 医生最大的投资决定 找一个不仅了解房产市场 也熟知金融投资市场的顾问 来帮助您把握市场动态 做一个最佳房产投资决策 才是个明智的选择 Sophie Shen是极少数拥有 注册金融分析师 资质的房产经济 精通房地产贷款和金融行业 各种类别及情况 及信心经验诚信耐心与医生 请与Sophie Shen联络 电话408-799-2558 或查阅Sophie的 siliconvalleyhousingpost.com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 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李佳音 我们现在继续我们今天的访谈 我们今天访谈的嘉宾是资深贷款经纪 Danny Wu 他的电话是408-802-7296 好Danny 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一谈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就是这些租刃的房屋 他们的refinance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 loan方面的事情 那我其实觉得最近那个我做的case里面 rental property也开始越来越多 那基本上占到35%左右 那rental大多数大多数loan都是confirming loan 那这两天那有一家银行的那个confirming rental的那个rate相当相当好 如果是能cash out的refine loan to value小于75以下 no point no fee的话 loan amount在35到35万到41万7之间30年固定 那可以达到3.625 15年固定可以达到3.375 那loan amount在25万到35万的30年固定在3.75 15年固定在3.625 那如果你的loan amount更小 很多客人rental property他的loan amount可能在20万左右的话 那你的rate就会相对高一些 那有个别客人如果说他的rental property 他的loan是high balance conforming loan 就是小于就是大于41万7的loan的话 那他minimum loan to value要小于65个percent 那今天的利息no point no fee的话 30年固定是3.99的利息 那从整个program来讲 我还是就是建议如果说你是rental property的话 走长的long term的那个program instead of 15年 因为是从你的cash flow来考虑 make sure你的cash flow是positive的 是对这个make sense 那如果说是这种multi unit的这种property呢 那multi unit其实我们平时并不常见 但是很多现在有些客人 比方说他开始做他的rental property 那也会 也会有 也会有那些multi property的 因为有些是做那种long term的pure 投资的客人他喜欢买multi unit multi unit那他的那个long amount 跟single family有一些不一样 两个unit的话 他的conforming loan的limit在53万3850 三个unit的话 六十四万五千三百 那如果四个unit的话 你65万以下的loan都是conforming loan 那multi unit呢 我们讲也是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owneroccupied 如果这个borrower是住在 win-off的unit里面的话 他这个房子是可以作为owneroccupied来做 然后别的unit他是出租的话 他可以count他的rental income 那一般multi unit呢 他一个multi unit property 他有一个hit 一个percent 一个point的hit 所以会让我们平时看到 multi unit的refund 他的rate会比正常的rate会高0.25 所以如果说今天30年固定 可以做到3.25的话 他今天的rate owneroccupied就是3.5 那大多数客人 他multi unit是做 买回来以后是作为纯投资的 那如果作为纯投资的话 那这种rate就是 他除了一个multi unit的 一个percent的hit以外 还要再加上一个 invest property的hit 1.75个point 那两个加起来的话 total是2.75的point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 invest property multi unit的话 30年固定的利息 就是3.875 那你compare single family house 3.625 所以他比他多了一个percent 就是0.25的差 所以当你在比较multi unit 跟single family house的话 一般就是差 0.25的利息 在利息上面 那还有一种客人 他就是说 经过这一个房子 这一个波段 就是从高到跌下来 他的房价有underwater了 那他这个multi unit 是以前买的 现在好像房价 如果support不了 那个他的loan to value的 那个就是有高于80% 只要他的loan是 feddy或者fanny的 那2009年以前 6月以前之前做的 那他可以符合 就是政府的hub program 那hub program呢 我觉得做multi unit 相对来讲是 最最滑得来的一个program 为什么 因为hub program 他有一个hit 有一个cap在上面 那不像我们刚才 刚才前面有讲multi unit 他有一个percent的hit 是for multi unit 然后还有一个invest property 1.75 那前面我们讲invest property 如果你房价 everything都ok的话 有2.75的point的hit 那如果走到hub program的话 你同样是invest property的话 他maximal maximum 就是1.75的hit 所以他拿到的利息 都跟single family house的invest loan 是一样的rate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赚到 等于这个利息上面 他就可以take到他的benefit 那什么样的人 可以申请到这一种 这个hub呢 hub我刚才就是有讲 只要你的那个loan 属于feddy或者fanny的 那你loan是在2009年9月份之前 就是2009年6月份之前的loan 你2009年6月份以后 没有再做过 如果你已经做过一次 government就是这种rescue plan的话 就不能再做了 你说做就是refinance 那只要当中你没有做过的话 就可以做 可以享受到这种benefit 是 对 OK 那我们看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program 可以让听众朋友知道的呢 那我刚才有报那个利息 那今天其实有 有很多arm program的利息 是特别特别好 那我这里跟大家可以 详细讲一下 哪些客人可以拿到这些rate 那从confirming来讲 51arm的话 51arm的confirming loan 如果你的loan amount 在40万到41万7之间的话 loan to value小于60 FICO score大于760分的话 今天的rate是2.40 那我以下讲的rate 都是no point no fee的 所以51arm如果说 你今天的loan amount够高 FICO够好 loan to value够低的话 今天是2.40 71arm就是同样的condition 可以拿到2.49的利息 那比前一阵要低很多 那从high balance confirming loan来讲 它的71arm rate 今天是2.70 如果说你的loan amount 大于50万 loan to value小于60 FICO score大于760分 那这是对 就是说50万到61万 61万5的客人来讲 那jumbo loan jumbo loan 最近的那个30年固定利息 有一家银行也offer的相当不错 30年固定3.875 如果说你的loan amount 小于1个million FICO score要大于800分 loan to value小于60 那我知道FICO score 一般800分 很少客人有hit到 那如果说你的FICO score 稍微差一点点 比方说在760分到800分的话 那你今天的rate 如果说是30年固定 jumbo loan的话 那今天的利息就是3.90到3.99 那还有比方说我们jumbo loan 51arm的今天的那个rate 是2.60 那它要符合的条件是 loan amount要小于1个million FICO score要大于760分 loan to value要小于60个percent 所以每一种qualification都是不太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最近那个利息 我觉得ARM program 有些银行是在promoteARM program 所以ARM rate是相当不错 所以应该是赶快趁这个时候 把握一下 那现在的这些paperwork 是不是还是很困难呢 从近期的那个loan的那个 loan的那个process的整个过程来讲 那我觉得银行对一些paper 就是大的deposit 他要求看那个paper trail 那有个别的银行 比方说客人有一般来讲 比方说你有大的一个deposit 以前我们讲只要把这个deposit 如果说你statement还没有的话 只要把这个deposit 这个transaction从那个screenshot上面 打印出来就可以 那现在有一些银行 可能会要求你就是说 从你提供的上一张bank statement 到这一次deposit之间的所有的transaction 你都要打给银行看 所以如果当中有什么别的deposit的话 那你make sure你每一样都能够解释得清 所以尤其是在purchase loan的时候 那客人我觉得如果说你有钱要进进出出的话 不妨跟客人不妨先跟那个agent先打一声招呼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免得一旦弄作了 然后是因为这个问题会会cost这个这个case 给fail掉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找要有经验的这个agent 那Danny Wu他的电话是408-802-7296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Danny 谢谢李李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空中再见 我是李佳音 谢谢各位收听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